台湾大小事赶快带你来关心的消息了 缅甸华裔男子李国辉 四年前在新北市中和陈租的公寓纵火 造成九死五伤的惨剧 高原耕耳审在14号宣判 仍判处李国辉死刑还可在上诉 李国辉当初因为跟女朋友分手 认为是同乡友人从中作梗 起了争执 两度纵火 活活烧死九个人 落网之后还宣称脑中有声音叫他这样做 一二审跟台湾高等法院跟一审 都判处了死刑尺度公权终身 而这一回高原跟二审仍然判处死刑 也是李国辉第四度遭判死刑 外送平台越来越盛行 你有没有也点外送平台的这个餐点呢 不过点餐栏不是都会设有备注栏吗 以便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这个店家 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好 这个早餐店的老板接到一个订单 没看清楚就接单了 结果接单之后却发现 餐点中的荷包蛋居然备注麻烦 在外加两片的火腿 让他相当无奈 15元去哪里买一颗蛋加两片火腿 我也要去买了 不过怕被消费者负贫 客服又全部贫向消费者 难得接到了一单 老板最后给了一片 在纸条上头写下 下次请点别的再备注换火腿吧 不过另外还要来看了有小孩的人都知道 阿嬷养的孩子跟宠物是比别人的体型来的大 营养充沛 那阿公带的呢 来看这个男子贴出这张祖孙照 好 进一回照片当中 可以看到阿公走在前方 好 另外呢 孙子距离几步之后呢 跟着阿公不放心的 这个边走边回头 让人惊讶是 你看祖孙两个人动作一模一样 都是双手放在腰后面 让万卫网友点头 如果导算说 嗯 我的家也是哦 这个包括了小孙子跟阿公的动作 几乎一模模一样样 好 另外来关心屏东这位31岁 小货车驾驶 疑似疲劳驾驶直直冲撞路边的电线感 结果车头都撞成了 V字都凹起来了 驾驶呢 双腿还卡住 受困在车子里头好惊喜 消防队赶快紧急出动 破坏器材来救人 驾驶痛得放声大叫 而经过了半个小时抢救 总算把人送医 但是驾驶右腿骨折 手部头部多处的擦错声 所幸是没有生命危险 13号上午11点多 小货车直直冲撞路边电感 撞击力道大还冒出阵阵白烟 驾驶受困车内无法动弹 消防队接获通报 发现车头整个变形 驾驶受困在驾驶座 双脚卡住痛得放声大叫 消防队出动破坏器材 切开车体将人救出 经过半小时救援 31岁的黄姓驾驶总算脱困送医 右腿骨折 手部和头部多处擦错伤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一次提到驾驶偏向自撞 路旁电线杆导致自小货车车头危险 消货车自撞意外 车祸地点就在屏东凌落的新一路上 这条路相当笔直 怀疑是驾驶打瞌睡 才会偏离车道撞上路边电感 但详细车祸原因 还要进一步鉴定旅情 只有张春华评论报道 下个小时中天五金新闻 双开中天行温频道 收看同时来关心的是 高雄这辆厨鱼回收车 停在路边放了三角椎警示 但没有想到一位女骑士 疑似光线昏暗 没有看到前方的回收车 居然完全没有刹车 直接撞上去 这厨鱼泼的到处都是 带你关心 厨鱼回收车缓缓经过 才刚停下来不久 清洁人员摆上三角椎 凹下道放下来不到几秒钟 女骑士突然往前冲 刹不住了 一头撞上回收车 看到那摩车直接撞上去 那车口都要噴出来了 打到我们员工的脚 那里都喷到了 机车大力撞击 连刹车都没有 尽量回收厨鱼车被撞击 大力摇晃 路人都被喷到 一转头才看到 女骑士机车撞倒在地 车口临近也散落一地 最惨的不止这样 回收桶里的厨鱼 整桶撞倒 扑到女骑士身上 很大啊 如果它长到我怎么办 没看到视线危险 要到了然后才发现 会啊会啊 事故中发生在 13号晚上10点半 高雄巴德一路 这间饮料店旁 疑似是夜深了 视线太过昏暗 其实没有注意一个晃神 竟然一头往厨鱼车 熬到栽进去 停在路旁啊 准备那个回收厨鱼啊 会注意前方车况啊 那追撞到这个回收车啊 女骑士下坏了 撞上厨鱼回收车 摔倒在地 不止全身伤痕累累 厨鱼残渣 更是坡的一身都是 索性只有手脚擦错伤 松一后没有大碍 接着 either 接着 他就完了 Mans am đó 还是